崔永元为什么要搅提冯颠封手撕饭金莲,听听行家怎么说。 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业里,个人情感,总是微不足道的。 人类社会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商业,政治是商业的最高级表现。 几乎所有对崔永元、冯小刚和范冰冰的解读,都基于崔永元自身被打击的情感和心理,然而整个事件真正的背后,和情感没有半分关系。 所以,要看清背后的逻辑,就需要揭开阻挡在眼前的三重梦境。 第一重,冯小刚与走向灭的中国电影实体。 2003年上映的电影首集,导演冯小刚,编剧刘振云,其主角严首一,格优扮演,是一个家庭出轨的男人,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,主持的节目叫做《友谊说一》,这让不少观众联想到当时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。 15年之后,原班人马要开拍《手机2》了,在这样的背景下,崔永元正式开始投放深水炸弹。 在影视行业,冯小刚的影响力,早已是微乎其微。 冯小刚的电影,至今都没有回到正式之音的位置,在他的电影里,我们只能看到中国的饥荒、小三和出轨,以及对自己的无力悲鸣。 最典型的,就是捞炮,从侧面折射出冯小刚自己对未来的迷茫和绝望。 即便手里提住刀,面向茫茫冰湖,却不知道自己的敌人,究竟在哪里。 选择什么样的对手,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。 以崔永元的智商,段不会选择冯小刚作为对手。 所以,选择冯小刚,只是为整个事件做最先的铺垫,唤醒了大众对整个事件的初步关注。 像冯小刚开刀,是要揭露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,对中国电影造成的恶果,那就是,无论电影如何垃圾,格局多么渺小,资本市场控制影院地产,票房渠道,一年随便收50亿,这就是资本的生产力逻辑。 冯小刚自己也很清楚,资本市场不需要聪明观众,相反,需要垃圾观众,所以,资本市场批量生产小鲜肉,生产廉价和低俗内容,而小鲜肉自己,也是资本市场控制的。 这样的资本市场生产方式,足以灭中国电影的实体市场。 所以,阻止电影实体市场被灭,就需要改变影视资本营收和分配格局,于是,我们引入第二重梦境。 第二重,明星高片酬下的资金链条。 影视营收与利润,引出了事件真正的引爆点。范冰冰的阴阳合同。 而范冰冰正好又是《手机2》的主演,因此从电影手机,到对崔永元的情感打击,到报复范冰冰,到最终曝光阴阳合同,整条脉络顺理成章。 李济,唐公夏,师碧有名。 阴阳合同,不仅仅发生在影视行业,在各个行业,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中,阴阳合同一直存在。 打击范冰冰冰冰的阴阳合同,背后隔山打牛真正的目标,有两个。 一是通过影视来进行资金洗白的链条。二是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奖。我们先来看一。 2017年的中国明星富豪榜中,范冰冰的净资产是1.28亿,总收入更是高达3亿,排名榜首。 中国演员的片酬,是影视资本在投入阶段,最高的一个环节,以明星综艺真人秀片酬为例,范冰冰参加一次挑战者联盟,营收片酬可高达6000万元。 中国影星片酬高的令人发指,曾经一度羡慕死日韩明星。 这意味着,任何一部影视作品,最大的营收方,属于演员,而不是整个影视工业的其他重要产业链。 演员营收扩大,只会给演员带来无穷流量和变现渠道,然而影视工业的其他方方面面,就会陷入发展迟缓甚至停滞。 这就是中国影视实体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2018年全国两会,全国政协委员曾方提交提案关注这一问题,建议为明星演员高片酬让歌劲孤咒。 明星演员收入太高,令科学家、教授和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收入相形见处。 曾方认为,不少明星演员不仅没有为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观、价值观与人生观,甚至还素质低下,行为不端、出轨、绯闻层出不穷。 与科学家推动人类,国家进步相比,明星演员的收入与其做出的贡献严重不匹配。 演员收入高的离谱,这些钱去了哪呢?崔永元在这里有个提示。 高额的片酬资金,通过阴阳合同一走,就会引发一个疑问,走一遍合同的钱,除了明星落袋的那部分之外,其他的究竟去了哪里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来看二 5月24日12日12时,崔永元发布了一条微博,内容是一个真敢发,一个真敢领。 微博配图是范冰冰在领奖台上受奖的照片。 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是梅塞德斯、宾氏与现代传播集团生活月刊携手举办的年度颁奖盛典。 2007年,在AMG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之际,第一届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颁奖活动在北京举办。 这里可以清晰看到宾市,与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之间的关联。 开过公司的朋友都会知道,注册公司名,一般是无法注册以中、国、华这些字为开头的公司名,带有这些字的公司,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央企资本。 那么,宾氏所举办的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,背后的意义,就是五百强资本对核心文化的殖民霸权。 举个例子。 2016年,市秉身猴年,六小灵童代言百事可乐广告,百事签了六小灵童,就等于是签了西游记孙悟空这个文化符号。 这就是规模如深的隐形文化大权殖民的操作方式。 所以,猴年春晚没有六小灵童,就解释得清楚了。 在国产汽车工业对西方欧美汽车反围剿的大时代背景里,参见,坐稳了,国产车开始了反围剿战争。 范冰冰的这层线索,目标直指欧美五百强车企汽车工业领域的强势侵蚀,打击范冰冰,等于顺利完成一次对外资车企常年垄断局面的顺风车打击。 第三重,国家资本与走私经济的五百年斗争延续。 先来看一件往事。 1980年代和1990年代,歌坛大姐大毛阿敏模仿某歌舞团前辈们的惯例走学,先后两次陷入顺务风波,导致演艺事业跌入谷底。 毛阿敏于2000年从国外返回补缴了税款后,才得以付出歌坛。 2000年,电影明星刘晓庆就没毛阿敏幸运,因偷睡罪郎当入狱。 然而,这两企明星偷睡案,却并没有起到杀鸡害猴的效果。 娱乐圈偷睡漏税,在背后资本的庇护下,流失了海量国家财富。 这一次事件,掀起了国家阔斧争诉娱乐圈偷睡漏税罪的一系列行动。 国税局介入后,影视圈税收问题继续发酵,影视股遭殃。 我们留意到,华裔兄弟开盘几乎跌停,市值蒸发约20亿元。 影视传媒股整天市值缩水上百亿。 崔永元在微博上,对华裔兄弟的股票下跌做了表态,明里是做连累道歉,但后续则连续发文声称要更多爆料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崔永元马范冰冰冰冯小刚,原理在另一边就杠上了华裔兄弟的老板。 这种双打组合,是很有意思的。 我们知道,一般商业娱乐机构,都有控制旗下艺人前途的机制,如果旗下艺人打算单飞,就会采取行动保证对市场的垄断和控制。 无论它是否曾经在影视中,代表连排及战斗兵种的重要形象符号。 资本,是没有国家主权概念的。 很多影视公司涉及偷税漏税,资金洗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,由于影视行业利润极高,如果漏税成型,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国家正常税收。 冯小刚、范冰冰,都只不过是时下光怪陆离娱乐圈的一个缩影,长于范后的一点盘子。 那么,事件的本质,最终还是落到了走私经济和国家经济之间,绵延五百年的斗争史的延续。 参见,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五百年,上,和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五百年,下。 货币、税收,与金融主权的统一,将有力打击走私资本的猖獗。 一从大地起风雷,便有精生百骨堆。僧是鱼盲有可逊,妖为鬼欲必成灾。 持续更新,欢迎关注。